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一句话 君子之中庸也 小人而无忌惮也 人生在世 要懂得归行举步 为人处事当心存敬畏 有所忌惮 不可盲目自大 贪得无厌 否则只能是成匹夫之勇 忠难尝试 只有正确认识自己 方能来日方长 行稳致远 韩非子的中说 致远侠中 则与始同 故事不变 非所有惩能也 意思是说 把猿猴放到笼子里 就和猪一样 所以 行事不妙的时候 就不要惩能 凡是要懂得适可而止 量力而行 万不可争强好胜 作茧自负 公元前311年 秦惠文王之子淫荡即位 此人身强体壮 自取天生神力之人 他喜欢和人比利起 大力士任敌 乌货等人因此做了大官 秦武王四年 淫荡一行 人官九鼎 这九鼎本是大宇 收取天下九州的贡金铸成 每鼎代表一州 武王逐个审市 看到代表雍州的龙文赤鼎时 对仲臣说 这鼎有人举过吗 首鼎人说 此鼎众达千军 自从有鼎以来 无人可举 淫荡不幸 便与属下 为是弄说比赛举顶 大臣和随从听说秦武王要举顶 纷纷劝谏说道 大王万圣之躯 不要轻易示力 可是 他相信自己神力加深 不过大臣的劝谏 卸下锦袍玉带 大步上前拼尽全力 举起龙文赤鼎 起料右脚难以支撑 身体一歪 顶落至地面 砸断颈骨 弃绝而亡 人生在世 一次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刺刺失败 一次的隐忍也不意味着人生无望 要懂得低调做人 切记锋芒地露 任何无知的逞强 都是愚蠢的行为 更是致命的弱点 正如常理举奥中所写 律师要镇静 做不到的事 莫忘逞能 没有金刚钻 别懒此气火 做人要有自知之民 不要打肿脸充胖子 否则 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 知乎上曾有人问 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是什么 其实有一个高赞回答 不再什么事都写在脸上 所有的喜怒哀乐 都在自己的心里燃成一团火 而路过的人 只能看到表面的烟 正如菜灯坛里有一句话 人不轻喜怒 物不重爱憎 情绪是一个人内心想法的表现 真正成熟的人 从不会让喜怒哀乐都写在脸上 而是懂得克制和消化 有一个情绪暴躁的修行者 一心想改变自己心浮气躁的缺点 于是 他花费重金修建了一座庙 并找高人写了白忍似的牌匾上 附近来网上乡的人越来越多 这个人每次都要把自己的善念解释一遍 大家都很敬佩他 他也认为自己暴躁的情绪得到了净化 一天 一个禅师路过 问道 匾额上写的什么呀 修行者微笑地说 白忍似 禅师又说 我没听清 您能再说一次吗 修行者有点不耐烦的口气说 白忍似 禅师微笑地又问 您说叫什么 修行者暴躁地说道 白忍似 四 你的耳朵是有毛病还是你听不懂人话 禅师笑着说 我才问了三次你就暴跳如雷 还叫什么白忍似 生活中难免遇到让人气愤的事情 发脾气是本能 不发脾气才是本事 真正的强者 从不会怒火中烧 而是懂得控制情绪 不做情绪的奴隶 更不会让愤怒控制自己 让自己失去理性 从而做出让自己后悔不已的事情 做人要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 不要让怒火占据内心 要告诉自己 生气就是认输 最终输的也只会是自己的人生 后汉书中有言 人苦不知足 既平拢 富旺属 人生最大的苦楚 是不懂得知足 既得到了拢地 又想着属地 贪得无厌 人心是永远无法满足的 欲望更是填不满的无底洞 所以才会心里焦脆 人生 赤裸裸来赤条条去 带不来也带不走 做人 知足才会常乐 纵有家财万贯 日食不过三餐 纵有广煞万间 夜卧不过七尺 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中 讲述这样一个故事 贫苦的帕霍姆 因为没有自己的土地 整日忧心忡忡 一次 听说邻村地主要卖土地 于是 就将家里的马匹 逆风卖掉 加上工钱和问亲戚们借的钱 去买了50公顷的土地 于是 帕霍姆也成为了一个地主 有钱有地 生活过得优渥富足 对土地贪得无厌的帕霍姆并不满足 听说有一个地方 土地价格按一天走过的地方算 于是他不远万里来到这 地主说道 这里土地众多 你一天走多远 走过的土地都是你的 但是有一个前提是 必须要当天日落之前回到出发点 帕霍姆高兴地说没问题 于是他趁天还没亮就出发 不吃不喝拼命地走 眼看就要日落的时候 他倒在了离几点一公里的地方 从此常睡不醒 于是 众人将他就地埋在了这里 牧师感慨地说 一个人要多少土地呢 就这么大 人这一世 不停地奔波劳碌 总是未得不到的东西 而沮丧和抱怨 殊不知 再多的钱财和地位 最终 需要的 不过是那七尺之躯的土地而已 世人在追求欲望的同时 随之而来的是无尽的烦恼 想要的东西很多 还想要更多 贪婪 会吞噬一个人的心智 让人无法自拔 做人 要懂得知足 命理有时终须有 命理无时莫强求 知足才会常乐 才能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 找到真正的容身之所 只有懂得心生敬畏 低调做人 谦卑处事 才能在人生道路上少走弯路 多走坦途 正如方孝儒所说 凡善怕者 必身有所正 言有所归 行有所指 偶有余举 意不出大哥 愿你认清自己 不忘初心 知足常乐 更愿你的人生春意盎然 繁花似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不能太强求 不能太自由 随我逐流 可是我追求 真心的牵手 但愿人长久 我也会有失望的时候 抱怨生活对我不够好 不能像变弱一样 请节目标 但我清醒自己能泪流 尽管下次伤心还会有 终究是真心的牵手 不麻木 心爱的我都拥有 不能太强求 不能太强求 不能太自由 不能太自由 我也会有 我也会有失望的 我也会有失望的时候 宝愿 也会有失望的你 尽管这结局 也会有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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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下次伤心还会有 尽管下次伤心还会有 宝愿 尽管下次伤心还会有 人生有许多多路口 常常不知想做还是有 有时候我会感到孤独 偶尔想找个人一起走 我愿能成就 我愿能成就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